回归生活本质 慢活 乐活 享受生活 爱生活 IFM爱生活 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的医疗单元 今天明明是邀请到 骨科脚型及创伤学外科手术医生 拿督李润强医生到节目中 李医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是 欢迎来到节目中 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部分 虽然每年10月份 大家都会关注这个主题 也就是这个世界骨质疏松正日 关注这个主题 那代表你也真正关注自己的骨本存够了吗 因为我们常见的问题就是 当发生骨折 尤其是年长者 都是因为原来这个骨质已经流失了 我们不知道 一直到骨折 而我们想从中了解 这一类型的骨折 跟我们普通性的一个意外 受伤的骨折有何不同 大家好 好 多年来呢 我们在10月的时候呢 都会跟听众们谈 这个骨质松正 这个话题 可是呢 今天呢 我所希望能带出来的呢 是从另一个角度的那些讨论 我们所谓的 脆性骨折 脆性骨折呢 是说您的骨格 骨质呢 变得脆弱了 因为你的骨质密度减少了 您骨那些构造呢 它的质量呢 减少了 所以造成呢 我们的骨呢 变成脆弱了 所以脆性骨折 就是说 您骨折呢 是因为您骨本身呢 已经脆弱了 在英文来讲呢 我们叫 Fragility fracture 是说 你的骨折 是因为骨脆弱造成 那在全世界来讲 脆性骨折的这个定义呢 或Fragility fracture 这个定义呢 就是说 一个人在跌倒 咱们站 站立的这个 高度来跌倒的话 那么您就 得到骨折 比如说一个 80岁的老婆婆来讲呢 她将地上滑 可能甩下去了 就是说 她从站立的高度 我们叫 Fall from standing high 就是说 您站立的高度 您甩得下去 敲着您的臀部了 就造成您骨骨骨折 对 这个是最典型的 我们所谓的 脆性骨折 而另外一个 很常见的骨折 脆性骨折 就是说那些 巨巨骨骨折 因为你看到 很多那些女性呢 在40多50岁的时候呢 她们身体站立的相当直 天天玉丽 可是到50多60岁 70岁的时候呢 发生了越来越多贝了 人变了矮了 甚至会背部疼痛了 我们常说一句话 人老啊 和越老越矮 就是这个原因 对 所以这些变矮呢 和驼背的症状来讲 其实是代表说 我们的脊椎骨呢 已经崩塌下来了 而这种崩塌 并不是要跌倒 甚至于 它自行地崩塌下来 所以说我们 完成提东西的时候 或者打个喷嚏 磕瘦的时候呢 那些冲击力来讲呢 其实相当的小 对我们的脊椎和骨呢 可是它的骨 都已经可以崩塌下来 而有的病者呢 告诉我们说 它从来没跌倒 也没有一些急性的 一些受伤来讲呢 它的身高也逐渐变矮 而且脱得相当厉害 这种就是所谓的 脆性骨质 而影响到我们的聚集骨 而且这些聚集骨呢 不是一戒崩塌下来 是好多节的聚集骨质呢 都崩塌下来 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很相当典型的这些 区性骨质 对 有的年长来讲呢 跌倒 真正敲到肩膀 或者你的脚踝 或者你的膝盖 那种冲击来讲 这个年轻健康的骨骼 来讲的话呢 不应该造成骨质 可是呢 这些年长来讲呢 洛杉磯他们 就同样的受伤来讲 而造成这些骨质来讲呢 这种是轻微创伤的骨质 就是所谓的趋性骨质 所以在全世界 任何一个 关于骨质受伤症的 这些机构啦 协会啦 繁体来讲呢 在这五到十年之间来讲 我们相当注意一点 就是这个所谓的趋性骨质 因为我们了解 趋性骨质 其实我们骨质受伤症 最终造成的问题 而更担心的是说 当您有一项 趋性骨质的时候呢 是 那么您在骨质 第二 第三 第四次骨质的机会 会更加的高 所以当您的趋性骨质 也多来讲的话 死亡率也变得更高 而很多时候呢 这些老人家 就说聚聚骨崩塌下来了 时常腰伤被痛 行动不方便 有的老人家呢 鼓鼓鼓折 这大腿鼓鼓折之后呢 还需要开刀 动手术之类呢 而他们的风险呢 是相当的高 是 所以这种种 趋性骨质 我们主要是说 针对这些病者 怎么样来治疗他的骨质 同时呢 治疗他内在的骨质疏松 他内在的 我们说是击少症 还有呢 怎么样预防老人家跌挡 这些种种措施呢 来减少他在骨质 或者迅发性骨质的距离 因为你想一想 一个六十多以上来讲的 退休了 应该是 享受他的生活啊 跟家庭啊 家人来一起好好生活 可是呢 大概六十岁开始的时候 就这些骨质 一而再再而三的 发生最新骨质 而造成他们的生活的数字呢 大大的减少了 对 他们的功能大大的受到影响了 是有的 甚至于长时间 常年需要用拐杖啊 支架啦 甚至于轮椅啦 甚至于长期卧床啊 之类 而这种种就造成他们 接下来这十多二十年的 这些晚年的这个时间来讲呢 就造成他们的生活数字 大大受到影响 所以在全世界 大家现在我们强调 就是说 针对确性骨质 而治疗他内在的那些 所谓的骨质松症呢 减少症呢 还有怎么样预防老人家跌倒的问题 而在另一方面来讲 那么多年来 我们谈论骨质松症呢 大多数呢 我们针对说 那些高风险年轻的 怎么样预防地势的骨质 而那些努力呢 其实在全世界来 已经做的相当多了 我们看哪一个女性呢 可能五十岁更年轻的时候呢 有没有其他的一些 高风险因子的之类呢 从那边着手 从他的营养啦 生活习惯啦 运动方面来讲 这么提高的骨质密度之类 这一点相当重要 而高风险群竹呢 就可能说 他们需要一些提早诊断 提早治疗 而现在真正 我们更加担心的 就是说 那些已经上了年纪的 年长的朋友们 已经是有骨质出入症 而且已经是有确性骨质 准备来预防它再骨质 所以整个 我们的这些努力呢 和我们这些注重的 重点呢 其实我们回到两大方面了 对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 骨骼就像是我们一个建筑物里头的栋梁 对 它这个钢筋水泥埋在里边 我们看不到里边到底崩坏多少 我们只看到外面的富丽堂皇 对 所以一直到它不小心打个喷嚏 像你所说的 或者是跌倒 我们才发现 哎呀天呐 这个骨质已经流失的那么厉害了 我们其实不自知 因为流失就像是一个小偷 他慢慢在偷这个骨本 我们要怎么去察觉 其实呢 我们需要了解的我们骨的构造是说 我们有这个皮质骨 还有那个那些海绵骨 内部的骨骨 骨质树真的影响到皮质骨呢 皮质骨呢 是外层的硬硬的那块 那层呢 其实它也有相当多的那些洞和疗风 因为它流失骨质了 而更重要的是 骨的内部来讲 那些骨小梁呢 会变得越来越薄 或者崩裂 崩塌了 所以这种种的造成骨质密度呢 大大减少 骨质的数字大大减少 可是呢 骨质树梦症是一个无形 无神无血的有形病 好多时候呢 从50多岁开始 你可能已经有着骨质偏低了 而同时呢 有其他的高风险因子 所以要怎么样来诊断呢 主要来讲呢 也是看一个病者来讲 他来检查的时候呢 他有没有那些高风险因素的东西 比如说提早受精了 马来西亚的女性来讲跟年轻时间 通常都是在年龄是45到50岁之间的 所以如果说你在40岁左右来讲 已经受精的话呢 那么就代表说你是早受精了 OK 第二来讲呢 可能说他自己有其他的疾病 比如说那些内风生性关节呢 还是其他那些内部肝脏肾脏的问题啊 而造成他不能够保持他的骨质密度啊 有的呢 就常去服用药物啦 特别是肋骨醇啦 甚至一些胃药啦 一些那些治疗 那个我们叫FIT 就是点减症的那些那些药物呢 有的呢 就是因为他们说可能 母亲曾经骨折过的 也就是说母亲有骨质松症 也有这个曲线骨折 这种种所谓的 都是我们所谓的高风险因子 如果你有高风险因子 在更年期的时候呢 当您进行身体检查 健康检查 除了您的那个 子骨颈切片啦 那个乳房的扫描之外来讲呢 您是应该做一个骨质密度扫描 要骨质密度扫描 可以告诉您 说您在50岁左右的时候呢 您的骨质是偏低 正常 还是属于已经骨质松症 所以先看您有没有高风险因子 有的话呢 您应该真正进行一个骨质密度 叫DEXA DXA 诊断之后 若是没的 那么您可能没几年 要验你的骨质密度 来看您的骨质流逝的那些情况 而若是已经有的话呢 那么可能你需要一些 所谓的那些药物质量 可是基本上来讲 我们要了解是 骨质松症 有的人呢 是说从年轻到达50岁 相当火焰 很多运动 是最好的 可是到时候还是有骨质松症 所以他们就奇怪 为什么我那么注重我的健康 可是还是骨质松症呢 因为有78件造成骨质症的起因 其实跟您基因有关 所以妈妈都是骨质松症 曾经有骨质 不过来讲的话 女儿的基础率比别人高了 所以当我们看一个老人家 有骨质 这个趋性骨质 除了治疗这个老人家之外 这个老婆婆了 她说这些骨质之外呢 我们也要针对她的姐妹 她的孩子 可能说她85岁来讲 她的女儿是50多岁 更年期了 所以她女儿是高风险的族群 所以他们就需要进行这些检查 而往往呢 好多时候我们发现骨质松症的时候呢 是已经骨质了 也就是说您跌倒了 看医生了 医生告诉人说 哎呀糟糕了 你看你的骨质那么长 所以很多时候是因为骨质之后才发现到 所以这就有点迟了 所以高风险因子 同时呢提早进行检验 而看下您家族方面 因为说父母亲曾经骨质松症骨质 这些都是种种我们 要提早诊断的一种方法 一种警讯 对 你谢谢李医生很详细的讲解 因为刚才分析的那几个部分呢 就是教我们的朋友 如何去自我先检查一部分 我是不是高危群 那如果我是高危群的话 我应该怎么做 我孩子应该怎么做 为什么我们提到母亲 我们提到女儿 为什么这个骨质松症 只发生在大部分的女性身上 男性就可以豁免吗 其实呢骨质松症 部分男女 可是呢女性的机会肯定比较高 有几个原因 首先呢 我们先了解我们的骨质密度 从出世到我们年长的时候 是怎么的变化 从我们出生的时候呢 直到我们大概25岁来讲 我们的骨质密度会日再提高 男女都是一样 可是当你25岁的时候呢 您到达了这个骨质密度的顶峰期 顶峰期的时候呢 一般上来讲男性的骨质 会比女性来的高很多 所以呢我们骨本呢 在男性来讲会比较高 而这些骨质密度顶峰期 您能够持续大概20多年 到您40多50岁 更年期的时候呢 在头5年的时候呢 女性的骨质会下得相当快 因为您的磁性荷蒙减少了 所以呢您会发现到 您的骨骼骨质呢 就没有这一方面 这些磁性荷蒙的保护 所以您下降相当快 而男性来讲呢 骨本比较高 而我们骨质流失的时候呢 我们叫slow and steady 所以就没有女性那种 突然在下降那些变化 所以呢到5年之后来讲呢 那么男女性的流失骨质 数字是大事一样 对 所以低骨本 跟年期流失骨质相当大 这两个是造成女性骨质 疏松症最重要的原因 而在每三个女性来讲呢 有一个呢 在她们的生命中来讲 她们就可能得到 就是屈性骨质 这是跟骨质疏松症有关系的骨质 而在男性来讲 每5位男性来讲呢 有一位就有这些骨质 所以事实上来讲 你看到病例 女性会比男性来得高 其实呢 骨质疏松症和造成的骨质 它的病例呢 比乳癌和子宫颈癌的总和 还来得高 可是那般上来讲 我们人们呢都会注意说 癌症方面那些比较注重一点 因为癌症可能会夺走我们性命 对 而且是相当可能很短时间之内呢 会造成相当大 对于家庭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而骨质松症虽然说 它的总病例来比这个乳癌和子宫颈癌 总和起来 但病例其实更加高更加多 可是大多数都以为说 骨质松症是一种年老的自然变化 人老的就是这样的 人老就是不变的 人老就是骨质的了 所以这些这种概念 其实是相当的错误 因为若是我们提早 发现了你骨质偏低 清显骨质松来讲到 其实是有药物的质量 能够提高你的骨质密度 和你的骨质数字 来减少来预防这些骨质 我们稍后就会来看一看 骨本是趁我们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要存了吗 而不是步入更年期 或者是老人期才来存吗 如何存骨本呢 一定要靠药物 或者是现在有一些新的科技吗 还是我们从生活当中去 得到这个营养 再配合这个运动 才会得来更好的 存骨本的效果呢 这个我们在歌曲和资讯过后 继续再聊 选来的是曾淑琴的这首歌 写给年轻 我们很多时候都希望大家 如果要预防一些疾病 要做好一些疾病的一个控制管控 当然是从年轻开始 而不是从你得病了之后 才来关注这个部分 所以先给大家送上这首歌 也欢迎大家呢 透过WhatsApp跟我们联系 IFM的WhatsApp是 01110893893 IFM爱生活 明明今天是邀请来自 Beacon Hospital的 骨科脚型及创伤学 外科手术医生 那就是纳杜理论强医生 到我们的节目中 李医生刚才已经说过了 要如何的去预防 或者是检测 自己是这个催性骨折的 高风险群 那么接下来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就想知道 那如果我已经对照过了 我是高风险的这个危险群 我想要预防 又或者我不是 可是我也不要有这个 得到催性骨折的机会 我要预防 我要怎么做 不管是您骨质密度是偏低呢 或者你是正常了 其实我们要注重来讲 在生活习惯方面 比如说从营养方面来讲 我们都一下子都注重说 关于这个钙和维生素D 这两个东西 而另一方面不要忘记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些 蛋白质之类的 Protein 那钙呢 一般上我们需要知道 我们的需求量是多少 一个年轻的来讲呢 可能每天的需求呢 大概是800毫克 800到1000毫克 而那些年长的那些呢 老部分他们呢 已经骨质松针呢 他甚至需要到 1200到1500毫克的那些钙子 而另外一点 更我们担心的 就是我们维生素D 一个错误的概念就是说 我们在马来西亚来讲 在日代国家 不可能有这个缺少 维生素D的这个问题 可是事实上在临床上 在研究上来讲呢 好多亚洲国家的男女的 都有明显的那些 维生素D偏低 甚至于缺少维生素D 这两个问题 特别是老人家 所以现在好多那些 60多70岁的那些老人家 已经有骨质松针来讲 我们在检验骨质密度之外呢 还需要跟他们进行一些检查 一些血液检查 特别是维生素D 维生素D缺乏 或是不够不足够呢 或是减少呢 绝对是一个在临床上 我们面对一个相当大的问题 所以呢 这些维生素D 不单止它帮助我们 大量吸收钙质 制造我们的骨骼骨质 可是同时来 对我们的肌肉这些功能 和我们的质量 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许多老人家 已经有骨质疏松了 而同时也有这个肌扫症 就是说他们的肌肉的质量减少了 肌肉的功能力度从中减少了 所以就造成呢 这些老人就容易跌倒 因为站起来说呢 你看他脚步伐得很慢 而且不稳 时常感觉到是失稳的感觉 所以这些和我们这些维生素D 是相当相当有这些关系的 所以在治疗方面来讲 在预防方面来讲呢 钙和维生素D 而维生素D是一个我们真正 有种忽略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我们需要针对治疗维生素D 这个问题来减少这个肌扫症 同时来帮助你骨质 也建造你骨质 而蛋白质相当重要 因为很多老人家 你看到他们在七八十岁的时候 他的肌肉会萎缩得很厉害 对 就是肌肉萎缩就是肌少症 肌少症来讲呢 就是说他们肌肉萎缩了 肌肉功能减少了 肌肉的力度减少了 所以呢 很多老人家就容易跌倒 所以在预防老人家跌倒 这其中一个最重要环节 就是说他们在影响方面 到底足够不足够 他们的蛋白质够不够 他们这些钙和维生素D够不够 如果说说您用最好的药物来讲 比如说那些骨质株松了 骨质偏低了 需要一些药物治疗 而你基本的元素来讲呢 钙和维生素D和蛋白质不够的话 你所真正能够达到那些药性的那些效果呢 也是相当不理想的 所以基本原理 我们要确定呢 钙 维生素D 蛋白质 我们需要治疗 骨质疏松 骨质偏低 同时治疗 极少症 同时来讲呢 要很多那些 我们家里呢 可能做些安全的措施 来减少老人家跌倒 在药物方面来讲呢 通常分的两大类了 一个呢 是叫做建骨的那些药物 另外一个是减少破骨的药物 这两大类 而减少 增加建骨来讲 实际上在市场上 现在呢 是有大多两种药物 可是在马来西亚 就有一种了 这个是种荷尔蒙注射的 每一天都注射的 这些呢 就真正帮助你的骨骼 骨质 大量生产你的骨 可是呢 你只可能用到两年 不能超过两年 它有它可能不作用 而另外一大组来讲 就是我们所谓减少流失骨的那些药物 也分类很多种 有的药物是每一天服用力的 有的每个星期的 每个月 甚至每一年注射 它是我们点滴的 有的呢 是每六个月注射一次的 所以这种种的药物的目的呢 是希望把您的骨质密度提高 改善您骨质数字 来减少您骨质 或者是再骨质的几率 而当然哪一种药物 当然是由您的医生决定 因为你医生需要看您的以前 您的病例 到底您身上什么病有没有 那么您哪一种药物适合您呢 所以您的医生就需要来配合这些药 是 而需要强调就是说 药物治疗加上你血压高 糖尿一样 您需要长期治疗 一旦说你把您的药物停下来之后呢 你发现到你骨质密度下降的了 但是下降来讲的话呢 你又失去这个保护功能了 所以骨质激励又提高了 可是往往呢 大家的一个概念就是说 血压高 糖尿 心状问题 对我应该要长期服用药 骨质疏松症也要长期吃药啊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不喜欢这些药 或者注射这些药 所以这是相当错的概念 需要我们改过来这个概念 它和其他疾病一样 你需要长期治疗的 因为对他们来说 可能最简便的方式 就是服用钙片嘛 吃钙片啊 或者是吃这个蛋白质粉啊 又或者是维他命D部分 他们也想办法 看有没有方便型的 可以吃的还是什么的 而且有的甚至以为说 单单从这一方面找说 喝多点奶了 吃的钙片来讲就足够了 其实那些只是你的基本元素 基本元素而已 你需要治疗的骨质松症 你需要药物来治疗 所以除了营养的补充 也需要药物的增加 对 所以药物呢 是减少你的流失骨质 药物能够刺进身心骨 甚至现在有的那些 相当严重的骨质松症呢 已经好多骨质来讲 我们是要把这些药物 配合在一起 就是要把健骨和减少 流失骨的药物 同时给你注射 同时给你服用 是 来减少这些骨质的几率 达到我们这边 有一些朋友的疑惑 就是听说吃钙片 会增加长骨刺的几率 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听说这些 所谓增加骨质的药物 会导致癌症 所以他们在还没有到了 这个所谓的骨脆的 那个时候 他们就要提早做预防 他们又担心 我所谓做预防的部分 其实它会让我衍生 另外一方面的一个问题 其实在一个健康的男女呢 您没有骨质食用症来讲 您需要知道说您的每天的需求量 比如说您的钙需求是800 所以您的食物方面来讲 大多数我们健康的 我们这些食物来讲 都能够给我们800毫克 而大家都强调呢 这自然的食物 会比这些所谓的补助来的更加重要 所以呢 这些如果说您的食物方面 已经有到800了 您的维生素D 可能400到600 国际单位来讲的话呢 那么您不需要加 其他的补助病 这些强调这一点 而老人家说那些病者 一定有骨质松症的 好多时候呢 他们每一天服用的 是低过他们的需求量 所以他们就需要补助品 所以当您的食取量 和您的需求量配合 您不需要加药 而若是您的食取量 比您需求量来的低 您就需要补助品 这个是最基本的原理 而大家就强调 自然的食物方面的 钙油生素D是最重要 第二 那些药物来讲 比如刚才跟大家提到的 有一些药物是 坚固的这些药物 每一天都注射 它像注射胰岛素一样 每一天都注射的 这个药呢 在全世界已经上十多年了 它只限制用两年 原因就是刚才您提到的 在实验室来讲呢 这种药可能会造成 在老鼠的身上 可能有这些骨癌 可是呢 在那么多年来讲呢 还没有任何一单 人类的病例 原因是因为 我们大家都知道 它的安全性待了多久 所以只限制病人 用它两年 不能超过两年 而其他的药物来讲呢 他们那些说可能担心 造成我们的骨太硬了 骨折了 造成我们的骨下额骨呢 可能说坏死了之类呢 或者造成其他心脏了 这些心力不定了 或者之类 这种种的这些 可能带来的这些副作用 可是我们需要衡量 就是说 这个药的好 和它可能的那些副作用 要衡量一下 所以这些药物 是需要考量的东西 所以落下肌率 那些副作用的觉得 相当相当的低的 而它能够真正 保护你的骨骼 减少骨折来讲 当然这些药物来讲 也没有说人会担心 或是要停止服用这些药 所以你需要它的肌率 有多高有多低 这个部分我们就先要了解了 对 有没有可能有一些朋友 会补充太多的钙质 导致这个骨太硬的可能 那骨骼太硬来讲 一般上不说因为我们服用骨骼 它盖子太多 因为有一些 有一组的药呢 在用了好多年之后呢 可能说它会造成骨骼 因为它减少骨骼精神代谢 所以呢 它的骨骼可能变得太坚实 太硬而失去了弹性 这也有可能提高你骨折的几率 这个是一个可能性的 有的文章和医生来讲 它都认为说 有可能有些关系 可是呢 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它不是直接造成的 这个问题的因素 所以这是为什么 当您选择药物的时候呢 您的医生会 很详细的解释给您听 看您之前的您的健康状况 您是适合哪一件药物 那医生就配合最适合的 而希望说最少不作用的药物 因为每个人 对药的反应是不同的 对对对 有一些人可能吃了 某一类型的这个药之后 觉得舒服多了 好像没什么状况的 那有一些可能吃了 还是老样子 那么在这个部分就要探讨 是不是这个药物不适合它了 刚才您提到说 钙会不会造成骨刺增生之类来讲 其实骨刺来讲呢 看医生主义说 关节的骨刺呢 是软组织的骨刺 关节比如说膝盖 手指关节 这些髋关节之类 胶子关节来讲 这些好多时候都是因为 原发性骨关节 造成的骨刺 这些骨刺呢 和您服用的钙是没关系 而好多些软组织呢 那些小时钙化 就是说肩膀的肌肩啊 脚踝后面那个肌肩啊 可能也在钙化 而且钙化呢 它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它长期反复性的肌肩发炎 而造成的病变 不是因为骨质 对 骨盖质太多 反而现在有人担心的说 您服用钙太多来讲 会不会造成那些冠状动脉 阻塞之类啊 冠状动脉 钙化之类来讲 这些也是一样 在医学上 有的医生认为 有可能 可是有的医生 绝对没可能了 这些理论不能够成立了 所以在医学上就是这样 有的是 对这方面 所以认为是这个意见 而另外一方面刚好是相反的意见 所以主要是看您的医生 从哪个角度来分析给您听 您能够接受医生的 哪一个方面的解析了 因为一般人可能都觉得骨刺就是骨刺了 怎么还分那么多种呢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朋友们要去了解的 因为我们有好几位朋友都问到骨刺的部分 所以给大家一个眼界的开阔 骨刺其实也分为很多种 所以你先要了解 你做检查出来看到的骨刺 到底是哪一种类 在关节的位还是软足的骨刺 对啊 然后它是一些什么样的导音造成的 这个都要先了解 而不是一昧的怪 盖子太多 就是长骨刺 那个对盖子来说是太不公平的一个指控了 好 谢谢李医生的这个讲解 我们在歌曲的资讯过后继续再聊 IFM爱生活 明明今天是邀请到来自 Beacon Hospital的骨科绞型及创伤学外科手术医生 拿多理论强医生到节目中 当我们谈我们要增强我们的骨质 保住我们的骨本 以预防这个脆性骨折的话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要注意我们的饮食 还有要注意自己是不是高风险群 如果是高风险群的话 那你又是到达某一个年龄层 除了营养 那么药物的加入是需要的 那我们有些朋友说 我们就是为了预防 所以早期我们吃很多钙 钙片 什么样的都好 听说吃太多钙 也会导致这个结石的情形出现 有可能吗 那我们会不会又把自己搞得很麻烦了 刚才提到圣结石来讲 圣结石来讲 其实很多其他原因的 如果是说您的血内的钙的成分太高 而您的尿的钙成分也太高 当然就是能够提高您这个圣结石的问题 可是圣结石问题并不是存在于钙的问题而已 但您的那个尿呢 从你的肾脏 带你的尿管 到你的尿袋下来的时候呢 可能说因为您的那些尿流下来的那些某地方 可能先阻塞 比如说您的某种原因造成说您的尿流了慢 第二来讲呢 可能说您的尿的成分里面呢 可能一些细胞啦 或者其他一些其他的矿物质啦 或者说有细菌呢 之类来讲呢 这种种的原因都可能造成这些圣结石的 所以圣结石并不太有直接 就是因为您吃太多的钙 所以刚才强调呢 就是说钙我们都强调自然的食物 如果说您的需求量 您摄取量跟你摄取量是一样的话 配合的话 您不需要特别补太多的钙 这点我要强调这一点 所以呢 而且强调说用自然的食物着手 老人家不够钙 又不是受用症 您可能就要加一些钙 而另一方面 若是您吃钙 尤其是老人家来讲 他吃钙的时候呢 若是他同时服用一些活性维生素D 这一点就有可能造成 您圣结石的原因 因为活性维生素D是药 并不是维生素 普通我说的维生素D 它是一种药物 当您服用这些药物的时候呢 其实在它的药的盒子里面 来讲那张纸张 您可以看得到的 它是从限制说 您一天不能吃到多少 您服用钙不能超过多少 因为你同时吃了这个 活性维生素D 这一种就帮您大量吸收您的钙 这样的话呢 如果说您服用钙太多了 是 对 血钙高了 尿的钙也高了 那么它就提高您圣结石的原因 是 所以在这个论调来讲 一方面是有点正确的一些 这些方面的意思 可另一方面来讲 造成圣结石 除了这个钙 还有其他的原因 是 尿流的慢 尿的含量里面 可能有细菌细胞 成为那些所谓的矿物质 所拟据的地点 那些这些都会造成 这些钙圣结石的问题 对 因为Dotterly我们都是一般人 我们没有办法对药物的病理 有很多的了解 跟知道 你看看我们去看医生 医生叫我们吃什么 开给我们吃 我们就照单 全说我们就吃了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深入了解 所谓的活性钙 什么什么D的 然后 所以你建议我们的病人 如果医生开给他们的药物 里头包括了有营养素 比如说钙质 维他命D 或者是其他的所谓补骨的药物 你建议我们的病人 可以如何的发问 或者是如何的 向医生那边了解更多 您提到这样的重要一点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医生给什么来讲 我们就吃了 吃到吃了 其实来讲 是一个病人的角度来讲 其实您是有权利 您应该问您的医生 医生一般上 也是应该解释给您听 这个是什么药 这个是什么药 这是什么药 而记得您看医生的时候 就有一家人 或者几个人一起看 因为那你一个老人家 70岁来讲 就看医生来讲的话 但医生解释到完之后 他离开你的诊所 可能记得50% 回到家里的时候 家人问什么问题 不知道讲什么 所以这些东西来讲 都是家人和病者 大家一起了解 这个病者所服用的药物 它是病况 也是我们医生的责任 来解释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所谓的不止瞎问 应该问的 您敢给您问您的医生 其实这一点沟通是相当重要的 对 因为我们付了这个咨询费 现在咨询费好贵 那我是觉得 你要把自己的病情给控制好 不是医生的责任 我们自己也有这个医务 要知道 我们到底吃了什么 当然刚才你在节目里头 一再强调 天然的食物的营养 也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只是说 哎呀麻烦啦 要准备那么多含钙的食物 我要上网找什么食物 含钙量比较高 所以我还是吃医生给的钙片好了 我是觉得这样子的想法 要调整过来 对 好 那我们知道呢 朋友们常常在一些西药房 或者是检测中心 也会做那个 所谓的骨质的检查 有朋友问了 刚才医生所说的DXA检查 跟我们在普通的诊所里头看到的 所谓的Burn Density检查 有什么不同 真正检查骨质密度呢 最准确的方法是DXA DXA scan DXA呢 在大多数私人医院 政府的中央医院都会有 而有的医药中心 也有这个DXA scan 所以不代表一定是在医院 有的那些大型的医药中心来讲 他们也是有DXA scan 这是最准确的 这个检查呢 就是X光检验 它是检验您的聚绝骨 第一到第四节的腰椎 还有同时检查您 那个大体的骨骨 这是最准确的 一般上在诊所 在药剂行来检查那些呢 是检查您脚跟骨 那个超声波 我们叫奥特上 超声波来讲呢 在老人家来讲 它验出来的成绩 可能会比较准确 而在一个年轻来讲 其实验这个骨跟骨 脚跟骨的那些超声波 是不准确的 一般上来讲 一般上医生都会讲说 您验了这个超声波 可能是因为您有个活动 您参加这些活动 它是提高您对骨 脂松症的这些刑绝 可是若是您那个指数是偏低的 而您是有其他高风险因子的 您也就应该进行Dexascan DXA 而在很多医生的诊所医院来讲 有一个相当简单的图表 我叫OSTA OSTA OSTA OSTA就是以您的年龄和您的体重 我们能够知道您年龄和体重 而看您在那个图表上来讲 您是属于正常低风险的 中等风险的 还是高风险群属 从那边您的医生就能够用 OSTA来跟你讲说 您应该进行这个DXA检验 这是相当在临床上 相当简单的一种检验方法 这种测试方法 对 所以我们就谢谢李医生 在这个部分的提醒了 另外呢 李医生也是吉隆坡雪兰娥 古智苏松症醒觉协会的副主席 那么一连串的这个醒觉活动 已经在推广了 这个周末会到哪里呢 这一个星期一呢 就迪巴瓦利古后 这个星期一呢 今年我们会在 乖拉里比赛放空中 是 所以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呢 我们有这些一系列的活动 也说测试一下您的 刚才提到OSTA 还有您的脚跟的超声波 还有您的高风险音质 还有说您的体重高度 同时来讲 我们也进行这个讲座 有三个医生可以讲座 一个是关于古术松症的 一个关于古折的 另外一个呢 是怎样预防老人家跌倒的 是 这些种族的活动 主要是提醒 公众人士对这方面的省觉 我们的学会呢 已经到了10年了 在不同的州呢 我们每一年都进行两个地方 比如说去年在东甲 和古来 如不中 今年呢我们在关达 已经过了 而且28号那天 我们希望朋友们可以想要知道这个部分的讯息 会到可以到吉隆坡雪狼俄 古术松症醒觉协会的脸书 去看到相关的情形吗 或者说您如果是在 在古拉利比斯的那些听众来讲呢 您可以直接在那一天来讲 嗯到哪里啊 啊一个叫做SAS building 在古拉利比 因为古拉利比还蛮小啦 对 所以应该 听到这个building的名字应该知道SAS 对 好谢谢李医生 谢谢你 那我们会会有期 字幕by 杨茜茜